好難過就好想哭 然後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說 就是我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樣子 他這麼這麼的好 就是因為你沒有比較過 你不知道他有多好 我就覺得是老天爺讓我去 外面逛了一輪之後 才可以發現他是多麼的好 然後那時候剛好要情人節了 你知道情人節的時候 超可憐的我的朋友們都是 他們都是試婚年齡 每個人都有對象 都去吃大餐看電影 然後我就上網查 就看到網友居然寫說 單身的人情人節唯一行程 就是月老廟 我就覺得聽起來特別心酸 你知道嗎 單身的人就是要去拜月老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其實有點道理 我就上網查查查 就看到那個全台灣十大靈驗的 月老廟之一 就是我之前去拜的 然後求來那個我老公 那個證人那個月老廟 我就發現說那個月老殿 它其實原來是全台灣 這麼靈驗的一個月老殿 他賜給我這麼一個好的緣分 我覺得自己就是把它斷掉了 其實很多女生喔 她真的就是每一段 她都覺得是她的證緣 對 沒錯 那這一路走下去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是一段孽緣 這怎麼分呢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的證緣呢 指的就是我們人一生當中 命裡面有最深緣分的這個 就是算是婚配的對象 但是呢有時候呢 這個證緣不是只有一次喔 可能有好多次 那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還有一種狀況 就是在證緣之前 可能就是一些微緣偏緣 然後或者是欠 什麼緣什麼緣 微緣或是偏緣 或者是我們常常講的欠債的緣 微緣是不是 對 就是阻礙的緣分 就是不好的緣 然後去阻礙到跟證緣的相遇 或者是跟證緣的發展 就像佩佩的他的緣辰宮一樣 有很多就是枯萎的花 或者是害蟲 是 這樣子緣辰能量過低呢 就會造成他現實生活當中 他會覺得說遇到很多爛桃花 或者是虛情假意的對象之多 對 那或者有的人會覺得 證緣一直不限沒有桃花 對 其實這些呢 都可以去拜月老 祈求月老幫助我們 把這些緣分給牽起來 是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拜月老才可以零 或者我有去拜了 但是也不知道對不對 是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樣拜月老才會最靈驗 既然他這麼靈 我是不是應該要再去看一下 是 然後我就看到 他其實很靈驗 已經有促成上千隊的姻緣了 哇 台中這個 那我知道哪一家 對 妳有名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跟別家不一樣 好像是全台灣唯一有月老問世的 是 你可以去問一些感情的事情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去 我就想說 那我就直接 下去台中 回到我最熟悉的地方這樣 然後那個地方 他交通很方便 注意了 強強注意了 對 看一下 他其實很好認 他在台中市中心交通很方便 然後外面就有一個很大的公仔 有月老公公跟月老婆婆 對 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還有信箱 你就可以把你的心事 或你想做的事情 投遞到信箱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心運指達天庭 對 感覺很靈這樣 然後結果 那時候我去問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人是真的是你的正緣 沒錯 你這一輩子的正緣 然後他就說 只不過我的元成功 就是因為我元神太弱了 所以我元成功的花園 的花都枯萎了 然後長滿了害蟲 我就覺得那些 那個壞男人 我都被打過耶 我覺得妳可以去犯耶 真的 長滿害蟲 會不會應該是我吧 我覺得妳搞不好也有 我都被打過耶 我覺得有 那些我覺得就是爛桃花 爛桃花 對 對 他就幫我看了 他就說長滿了害蟲 然後所以就要幫我 進化元成功 他就說 下個月有那個月老 點燈的祈福法會 對 然後他就問我要不要參加 我就說要 我要進化我的元成功 還有點亮正緣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那個點燈的法會 所以我就把 我就覺得爛桃花都不見了 可能就是因為 我自己也就認清了 我的證源是什麼這樣 然後後來我的朋友 就幫我牽線 我就又跟我當 就現在老公也就是當時男朋友 又聯絡上了這樣 我就覺得好珍惜 好感動 那我們講說 如果說妳求桃花的話 我們應該來講就是要拜神 那拜神要拜什麼神 其實求桃花可以拜夜老 大家都知道說拜夜老 是 那還可以拜太陰娘娘 帝母娘娘 太陰娘娘就是八個十五 因為太陰娘娘 其實它其實能夠讓妳的愛情去圓滿 所以說 求好姻緣好桃花都可以 所以是太陰娘娘 還有就是帝母娘娘 帝母娘娘就是大帝之母 它好像是 等於是我們的母親的觀念 那以這樣的狀態 我任何在困難上面 我去求帝母 求我的母親 她一定會幫助妳 所以也可以求帝母娘娘 但是最好就是求月老薪金 當然很多人就求月老薪金 但是妳記得在祈求的時候 妳要說出妳的姓名 妳的出生年夜日時 記得很多人都說 我什麼時候生的 但是都說國利 那說國利是錯的 妳一定要說榮利 因為榮利 她才能夠去找到妳 真正的出生年夜 就是找到妳這個命格 所以月老薪金 要把妳搶錢的時候 一定要找到妳 那找到妳 因為妳說國利 她找不到 再來就是妳弟子 所謂的弟子 不是妳的戶口弟子 一定要那個叫什麼 就是那個 妳住的地方的住子 再來說是 如果說妳有喜歡的對象 跟帝母娘娘跟胎娘娘 就不要說這麼清楚 那如果跟那個月老薪金 因為月老薪金 是在幫妳搶眼線 所以妳一定要跟她講清楚 說明白 妳想要的對象 她的那個 應該講說妳的 她的輪廓 臉型差不多什麼樣子 可以把照片直接拿給她看嗎 對 如果妳有對象也可以 那如果說妳沒有對象 那妳可以跟她講說 妳就像篤鈴哥這樣子的 那標準上面 妳不可能說自己150 妳只要長得170 180的 那當然她可能 因為對象看不上妳 所以就像這樣子的一個 不對等的條件 當然會比較困難 困難也不是不能 所以她就時間會拖長 那因為有的人到月老廟去拜拜 我去拜一次 拜兩次 那就沒有成功 我就不去了 有些月老廟給我 有些月老廟不給我 像我去峽海城隍廟 那個月老就只都不給我紅線 那就是因為時間還沒到 然後龍山寺都會給我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新竹那邊 都會給 就峽海城隍廟不給我 妳這中間間隔多久去的 我到處去拜啊 各個好多間 到處去拜其實是不必要 妳是一個月跑了自身 最好是一個月老廟 妳常常去拜 因為妳要常常被這個月老看到妳 她說又來了 表示我沒有真的簽好 又來了我沒有簽好 後來她就會很注意妳 她就會幫妳特殊的 去處理妳的問題 所以她這樣子就會對妳比較好 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要到那個香火鼎盛 因為香火鼎盛 來拜的人多 都是一些曠南怨妳 來拜的人多 在這中間 她就比較有辦法 把妳們簽在一起 所以我們到香火鼎盛的 月老廟去拜會更好 那還有就是 耐心不要心急 妳一次兩次 神明不是妳聽的 神明也不是欠妳的 她不一定要這樣子幫妳做 但是如果你常常去 妳有耐心心乘則靈 妳時間就是常常去常常去 她會常常看到妳 因為有時候 月老不是每天都在那邊 24小時在那邊上班 那有可能她妳去的時候 她剛好都不在 那妳要常去 她一定會看到妳 妳如果不常去 她剛好妳每次去 她每次妳沒有看到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幫妳 牽線 幫妳牽紅線 所以我們如果說拜月老廟 不要到處去拜 這個也看一次 那個也看一次 他們永遠不認識妳 所以到一個廟裡面 常常去 常常去來講 的話要心乘則靈 要有耐心的 常常去跟她打個 蓮炎 就是我們講 鹽份的鹽 有一個蓮的那個鹽份 那這樣子 她就常常看到妳 當然她就 哇這個又來了 表示我沒有做好 那我還要再幫她做 所以這樣子就很容易 做得很不錯 再來就是我們去拜拜的話 我們要記得 要有一些禁忌上面 要做 如果說 普通一般來拜拜的話 叫妳準備水果 一定是三樣五樣 那個叫鷹 鷹數是最大的 不是那個鷹 激數就是陽數 陽數是最大的 但是妳記得妳求緣份 它不是要激數 不是要陽數 不是要最大的數 所以它我們要的就是 雙數 因為再怎麼樣 都是要兩個人 所以是雙雙雙雙雙雙雙對對 所以說拜拜的貢品 盡量用雙數 不要單數 那拜拜的人 有時候戴了一個帽子 戴個帽子 這個帽子我就是因為 怎麼講 我造型嘛 我這個頭髮就是需要 我戴不下帽子 有的人就是會戴帽子 記得帽子一定要脫掉 怎麼講 因為你拜拜 你戴著帽子不禮帽 你見到長輩 你急功的時候 也是要把帽子脫掉 所以這個 因為你覺得說 而且神明坐在那邊看你 你這樣一直帽子 你拜託 你誰啊 那當然有些人說 不要戴傘 傘就會傘 那我覺得那個是 比較沒有那麼這樣講 因為 因為元老神君來給你看到 他知道你就是來求姻緣 他不會再讓你傘 因為很多女生都會 現在大家 那個皮包裡面都戴一把傘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可以遮陽 有時候可以遮雨 所以戴傘的機率很高 那如果說你真的 妙方說不要戴傘 那你可能就把傘放在外面 但是其實 這個是比較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所以是拜拜禁忌方面的問題 姻緣就拜月老 但是其實月老 還掌管全天下所有人的緣分 這個緣分可能就是 如果不具足的話 你就會產生一些阻礙 所以我今天來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七大緣分 首先呢 就是如果你姻緣勸阻 你就會覺得爛桃花很多 我剛剛有提到 所以如果請求月老來補足 我們的姻緣就可以 姻緣找成感情奴役美滿 如果第二個就是善緣的部分 如果善緣卻缺的話 你就會覺得什麼事情都受到阻礙 非常不順 那我們常常講廣結善緣 所以要把這個緣分修起來才可以 因緣合合諸事順遂吉祥 第三個是人緣的部分 確診你就會覺得可能扯後腿 是非曉得很多 所以這個人緣能夠合合的話 就可以幫助我們貴人顯耀 人緣魅力飛生 所以不只拜月老 不只是拜男女感情 也可以拜我們的人緣 對 是人緣有七大緣分 跟我們人生是有牽扯的 是是是 第四個就是住緣的部分 那住緣如果成的話 工作也會比較順利 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就可以幫助我們成功經驗 能合互助之力 官員的部分呢 如果官員欠缺的話 你就會覺得沒有長官員 升遷也輪不到自己 家薪也輪不到自己 或者你已經是管理階層 你會發現下面人都不服從你 那就很嚴重 所以要修滿自己的官員 才會仕途光明 得人 敬愛心 官員很重要 很多新聞上你看很多官員 就是可能政績沒有很好 但是他還一路升官 對 就是他的官員很好 對 第六個裁員部分很重要 如果你是開店或做生意 或開公司 你可能在賣東西 都需要得到我們講客員 那客員就是你的商品 得到他的演員 所以要修得裁員 你才可以能賣通錢賣 才更快速 這非常重要 第七個是法員的部分 法員如果不具足 你就會覺得六七元淡薄 你可能小孩不聽話 或常常離家 或者是沒有長輩員 或者是所謂的婆妻失和 也是欠缺法員 所以修得法員 就可以解脫煩惱 放下恩怨的執著 是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也有以上的煩惱了 現在就教大家 要如何拜月老才可以明驗 大家要仔細聽好了 很重要 首先月老 我們可以準備的就是 紅棗 桂圓跟糖果 紅棗就表示 我們可以早日找到好姻緣 然後桂圓就代表 我們的緣分 可以圓圓滿滿 糖果表示我們的感情 可以甜甜蜜蜜 早日開花結果 準備好這三樣貢品之後 誠心的跟月老請求 禀告你的名字 還有生成寧願日 以及許下你的願望 可能你會許說 你要跟誰誰誰 可以早日開花結果 或者是你的理想型對象 可以請月老 把你促成好的姻緣 所以這些都可以來請求月老 來幫助自己圓滿這樣的緣分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跟月老說 如果願望達成了 你要怎麼樣去還願 這非常的重要 千萬不能夠就是沒有注意到 第二個部分就是 在怎麼樣的時機點 可以來拜月老最靈驗 那平常或者是情人節都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呢 有一個最好的日子 就是一年只有一次的月老生日 因為神明過生日 他會很歡喜 他就會聽到你的祈願 然後就會幫你去完成你的願望 而且呢 月老生日那一天 剛好是榮曆8月15號 就是我們中秋節 中秋節前後呢 是我們這個月圓能量最強大的時候 也可以去幫助我們這個願望 可以臨力加速 最後呢 如果說你自己的姻緣劇組 善緣夠的話 就可以去參加就是月老的姻緣法會 這很稀有 一年只有一次 然後在月老法會裡面 它可以藉由這個法會的這個科医的修法 去修補你的緣分 可能是人緣 貴人緣 或者是你的婚姻人 去做個修補 那如果這個法會裡面 還有這個很特殊的桃花燈陣的話 還可以請求月老呢 幫我們把圓城宮裡面的桃花貴人燈給點起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圓城宮呢 是掌握我們命運跟運勢的 這樣最主要的地方 那我常在關圓城的時候 接到一些人 可能他內外條件都很好 就像兩位來賓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說 他就是遇不到好的人 對 或者是小人啊 或者是這種小三啊 都會來亂入 對 所以他就是在婚姻宮裡面 有很多雜亂的昆蟲 或者是蜘蛛網 或是很髒 都要做個清除 你才不會去阻礙到他的婚源的發展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他事業呢 一直受阻 他很有能力 也很努力 但是就是得不到長官的喜愛 那你就會發現 他圓城宮裡面的事業宮呢 就是很暗 甚至還有下雪 下大雨的 刮風的 那種狀況 對 所以就是為人障礙太多了 就是阻礙他的這個人量 那經由官員城來清除 這一些障礙之後呢 再透由這個月老的法會 修法來幫助自己呢 修復這個緣分 最後再請求月老呢 去點亮我們 圓城宮裡面的 這一個桃花燈陣 這樣可以幫助自己呢 照亮自己的姻緣路 還可以加強 強化我們的 圓城宮的桃花婚園的能量喔 這樣子才能夠真的幫助自己呢 去擺脫這些 運勢低迷的狀況 幫助自己姻緣合合 而且呢 貴人呢 可以左右逢圓 能賣生前賣 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這一段緣分 妳覺得跟某一個月老廟 有關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如果 我都有長期發表這節目 應該知道說我拜神 已經就是從台灣拜到國外 就是真的能拜的都拜片了 其實後來唯一有一個月老 我一直很想去 但沒有去 就是日月壇的 然後我為什麼會很想... 去那個月老廟呢 是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其實他長得... 他外表其實也不是什麼 好看的女生 然後他身材也沒有很好 就真的比很普通... 然後以前讀書的時候 他也都是那種 就是不會有男生喜歡他的 然後他就去拜了那個月老 拜完之後 然後他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有一個人 一個男生打電話 然後是打錯的 他就說你打錯了 結果後來那男生又回電話來 就說你的聲音很好聽 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真的 然後後來那個男生就約他說 因為那個男生在台南 然後我是彰化人 所以他在彰化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那不然我們約在彰化火車站見面 他要跟我那個朋友見面 然後我想說完蛋... 我以為他擔心 結果他們見了面 然後那個男生沒有嫌棄他 而且也覺得很OK 我們可以繼續下去 然後後來前陣子 他們結婚了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疼不可思議 所以他是去拜過 妳說那個月... 就是... 他就只去拜過 那個日月潭的月老 拜完回來沒多久就出現了 所以日月潭的月老廟 是專制疑難雜政的 剛搬進來的時候 我一個結婚的朋友就說 因為那是我單身嘛 他就說把這個月老轉給我 他說因為他們也是因為這個月老 然後來交往結婚 然後就很玄的是 這麼多人 沒有人去摸過這支月老 也沒有人去問過這個東西 因為它其實很小 結果 我當時的前男友 也是跟一群朋友來 就是慶祝進來 他一進來 他就... 妳還邀請他來啊 因為我們還是朋友 因為我們很多共同朋友 就他來 我們就一起在家裡面 大家慶祝我搬新家 結果他是唯一一個人 去摸那個月老 然後還說 欸你怎麼會擺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 我當時還... 就脫氣 他幹嘛摸我的月老 就很生氣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沒多久 因為剛好遇到我生日 然後其實我們分手兩年多了 他都一直在等我 都沒有交過任何女朋友 然後而且他一直就是希望 可以把我追回來 然後剛好就是我搬完新家後生日 他就在我生日的時候 大家幫我慶祝生日 然後已經很多個蛋糕了 他就在最後送上了一個蛋糕 然後那個蛋糕 原人蛋糕嘛 那有一個角被切開了 然後大家還說 欸為什麼原人蛋糕被切了一個角 很不吉利的這樣 然後他就默默地走到大家中間 他就說 這個現在就是你的生活 因為那蛋糕上面有車子 有房子 然後他就說 你看你現在有車 有房 有副業 你的人生很完整 但是你還少了一個東西 然後大家就說 什麼什麼 他少了什麼 然後就有員工 默默拿了一塊那個三角蛋糕 他就把那蛋糕 缺了那一塊 然後他就拼回去 因為那蛋糕上面是他的照片 喔 好會喔 真的好會喔 這個前男友怎麼都好會喔 很會 然後他就拼回去 他就說 你的人生有了我才完整 喔 我只是那個好相處吧 這根本是求婚嘛 對 然後對 我當下自己也嚇傻 因為我沒有想到 他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他認識 其實已經七年多了 他不是這樣的人 詹子晴 你這麼容易被感動 你好歹是壽星 那一把刀應該在你手上 對 你應該要考慮之後 直接從照片切個下來 我後來把他吃了吶 吃光嗎 其實我感動的點是因為 他是從來不做浪漫的事情 他也從來不給我驚喜 不會說甜言蜜語的 他是這樣的人 所以當他做這件事情的當下 我全身雞皮疙瘩 因為你太易為他做這件事情了 那我當下可以理解 他為了我 他改變了他自己 那我呢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 就是不管你過得好不好 其實你要的不是一個多帥 多有錢的男生 其實要的就是一個愛你 對 要去哪裡找一個一輩子 就只愛你的人 好 真的我真的找不到 比他更愛我的人了 我現在 代表觀眾朋友問一下就是 您的這一尊月老 現在願意拿出來給有緣的 我跟妳講 這是月老的很誇張的 超搶手 現在大家都搶著要這隻 還夠美 還可以把他蓋一個 蓋作廟好了 有道理 對啊 我覺得這個生意頭腦不錯 我們可以起來 好靈驗喔 是 其實很多人都想要求得好桃花 但是呢 第一個萌生的念頭就是什麼 要拜月老 對 但是月老要怎麼拜 其實一年裡面有三個 最重要的時機點 也是契機點 哪三個 對 桃花能量最強的時刻 一年只有三次啊 對 這是拜月老最佳的時刻 第一個時間點就是 榮麗的每月15號 為什麼因為月亮最遠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代表是團圓 那第二個就是七夕 榮麗的七月七號 為什麼 因為流浪跟織女 就會在雀橋上面就是相會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 人量最強大的時刻 如果在這個時刻拜的話 是一年裡面是比其他的 時間點還要更強 把握期 還沒 還沒快要到了 那第三個時間點就是 月老的聖誕月 就是榮麗的八月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老師也要推薦一個 超寧願的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這個還要更厲害的 這是加碼的 瞎會 想不想知道 是是是 你的金山財神廟 對面 有沒有聽過金山財神廟 金山財神廟 聽過 對面 有一個月老廟 有一個月老廟 因為它有很多很奇特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看 它有什麼樣的奇特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有愛情的油桶 為什麼 因為就是把你的愛 表達給我們的上天 然後就可以投到這個油桶裡面 然後去把它燒掉 而且就是你還要寫書文 我們要傳達你在地上的一些戀情 比如說像艾亞 你可以寫說我跟前男友會不會附和 那你不用嘛 就是把它寫完之後就丟到你面去 然後我們就要秉天告地 然後或者是你一直 為什麼都是單身的原因 為何 那我們可以寫一寫 然後我們傳給月老 這個就是一個金爐 像是E-mail給月老的意思 對對 那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可以要進化負磁場 所以我們要走雀橋 幸福雀橋 沒錯 我們要把你的負面磁場 把它給消掉 清掉 那第三個呢 我們就是要拿出一塊錢 因為這個它的設計就是 我們要向著這個許願池裡面許願 然後用一塊 那許完就把它丟 丟到那許願池裡面 為什麼 因為象徵的一元赴始萬象更新 就是你會趕快找到正元 那拜完之後我們要去哪裡 要到對面的財神廟 為什麼 因為你要找到一個有錢的 是不是 我們不只要感情而已 因為有些來的感情是沒錢 沒工作的 那我們就是要兩個都要 所以只要呢 就是照這個步驟 整個做完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戶外桃花派對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